好 我們現在終於要來問雲大 我本來想要在家裡坐著好好的 就是把所有問題都回答完 但是就是平常太多瑣碎事了 我們兩個沒有辦法就是坐下來 所以我們想說隨時隨地都來問雲大 然後我就叫我老公整理出幾道啊 60道嘛 反正就是他整理出幾大項 就是把類似的問題放在一起 差不多就有60題左右 現在來問雲大 這個相關的夫妻之間生活 你看現在就還有小孩在旁邊 我幫你一下 可是這樣你可以先坐好嗎 夫妻之間的生活第一題 結婚那麼多年 炒飯還是長熟嗎 好像還好嗎 好嗎 太忙了 好嗎 你快一點 我覺得最近沒有 哈哈哈哈 畢竟你不在睡覺 你都不睡覺 所以這就是機緣 一界靠緣分 三分靠努力 七天靠硬子 第二題 如何維持夫妻感情 不要想要維持就能維持啦 特意維持 沒有想要維持啦 只是他都一直讓我 一直維持被我罵 然後他不講話就比較好 我一直被罵就可以維持這樣 如何在老公面前維持魅力 做我自己的 然後打扮我喜歡的感覺 一直想要拍美照 要維持很美亮 他就會覺得有新鮮感吧 我覺得我穿同一件衣服 兩次以上 他就覺得我怎麼常穿一樣的衣服 不覺得他超挑剔的嗎 你覺得我在你面前還是很有魅力的嗎 當然有 第一次我沒提提的 爭吵不修的時候怎麼辦 沒有 只有爭吵也不會不修吧 有啦 你只要講話都是講不停 我覺得你超煩的 等到我真的是爆煞了他才會讓 生完孩子後怎麼還可以這麼火熱 他問你應該不如 自己火熱是不是火熱 所以你覺得 我是火燙燙的 煩耶 因為我們都是每年都有變化吧 第六題誰管錢 沒有錢怎麼管錢 小孩子講完費用 吃完好料都沒錢 錢都沒了 在管什麼錢 怎麼讓老公願意配合拍這戲的照片 逼他 要跟他講說我想要拍這樣子 可能因為我自己知道我想要怎樣 你有覺得你都被逼嗎 沒有 對 他要說沒有 他的求生欲還蠻強 夫妻新做幾何是什麼 說雙魚 他就雙子 人家會覺得雙魚雙子怎麼會在一起 但那舞就是這樣子 二十多年 對彼此除了求婚以外 印象最深刻的感動時刻 如果我睡覺不打呼 你應該就會很感動 那我有什麼讓你覺得很感動 我打呼的時候不要叫起來 我這樣我就很感動 我感動是他真的什麼事情都願意做 然後他願意做小孩 然後家裡所有事情他都願意做 然後他都會主動 雖然結婚開始幾年他沒有這樣子 但是他就是越來越改進 而且越來越主動 其實我是不是還蠻開心的 蛤 對啊 你為什麼現在都很願意做 因為 我願意為你 我願意為你 你們可以彼此分享的話 才能深入到什麼程度 沒有不能講 嗯 只是願不願意講 我願意為你 這二十年來是怎麼做的 彼此之間不會覺得沒有 最初的感覺 每個階段都每個階段的感覺 就像你碰到一個新的認識的人 一定會有不同的感覺 想知道平常你怎麼挑逗老公 怎麼挑逗老公的 就 黏上去 還是因為你看邊看太多 看邊看很多啊 但是我記得我 之前都有啊 之前有有怎麼樣啊 你可以講所以他在問你啊 對啊 你家後來在問你怎樣 你可以講啊 對啊 以前一開始會買一些 性感的一種吃法 問他覺得好不好看 然後就會有一些發展啊 但以前平民就很多啊 你不覺得以前我買很多東西 都是為你嗎 所以你真的覺得我沒有挑逗你對不對 啊沒有啊 你自己都覺得沒有 完全沒有嗎 沒有沒有什麼 對啊 老公會反對在影片穿的這麼火辣和裸動 不會啊 你喜歡就好 對啊 就只有這樣啊 對啊 不會反對啊 所以你不會在意對不對 不會啊 不想要穿怎麼樣但是你開心啊 反對有用的話就偶爾反對一下 他沒用就沒有反對 他沒力氣 那家休閒會一起做些什麼 要多少 一起打遊戲吧 但現在很多家事要做 呵呵 對 對 你非常多家事 而且他也很喜歡做家事 我沒有很喜歡做啊 但沒做還是肥人做啊 但是我覺得你做得非常開心的感覺啊 沒有啊 那是應該做的啊 婚前婚後老公個性 或者對你的態度有變嗎 因為滿做的 每一段時間都會有變 但確實就是對我越來越好 然後事情都是他在做 所以有時候很爽這樣 他愛次數多嗎 還好 因為很少耶 結束 我常常都在拍照 然後你不會覺得不舒服嗎 所以你不會覺得我幹嘛一直拍 然後還要一直拍呢 不會啊 畢竟有這麼帥 老公對你的幸運有降低嗎 應該不是說幸運降低 是說 老闆吃盈利的時間變少 只是仿梅是幹的時候 可是時間變少 快點忙完事情 來一下 之類 人都會有需求吧 只是看有路況而已吧 這樣子 家裡有老小怎麼盡興 可能趁老小不在的時候 你終於耐差那 可以盡下去 只是時間不長而已 所以你都有很長嗎 我從來都沒有看過時間 沒有很長 所以你會算自己時間嗎 不過來但正常沒有 應該沒有片子裡面長 片子都很長 喔 好 今晚想撲倒 或被撲倒是怎麼明示或暗示 因為他就是常常都會 隨時比如說就 抓一下我熊 或抓一下我屁股 然後可能就是看氣氛 可是你的撲倒不是想要的撲倒 你只是無聊 想要啦啦氣氛 這樣 但是我比較想要就是你隨時想要我 有啊有空就ok 如何讓老公更愛你 我覺得就是人跟人之間相愛的問題 可以只發脾氣就好了 但是我一直在發脾氣你還是很愛我 會少一點吧 我知道了 發脾氣的時候我會堵然 我會肚然 但是我是覺得說 你還是要就是 有一個人生目標 然後就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你如果就是不是為另外一半而活 然後活出自己的光彩 就是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該把自己的事情也不好 要夠愛自己 我相信老公就一定會更愛你 對啊 那總之呢 我就是一個 在他面前可以非常做自己 然後可以非常認真去 往我的生目標前進的一個 他等於是我的支付吧 20年來都一直確認 這是要走一輩子的人嗎 有沒有曾經懷疑過 怎麼都會啊 就是沒有 沒有 就是戀愛的時候就會覺得是想要走一輩子的人 他就打破的時候 我真的就是很想把他 很想把你 在看 如果老公去酒店 有沒沒地方應酬 巧克力接受嗎 他去過蠻多子的啊 就是他工夫 以前工資吧 竟然比較爽 我當然不喜歡啊 他如果脫跑去的話 我當然會跟他私不一樣不一樣 就要吵架 這種事情當然要吵架 對啊 但是我知道他有去 他有去的時候他有公司 會否好建議老公前度 所以你有前期嗎 沒有吧 距我所知應該是沒有 但是我 距我所知你好像有很多前遇 沒有 以前會牽手而已 不算是我啊 牽手其實也情書而已 純純的愛 以前會吧 但是現在如果講到 我就是還是會不爽面談幾句 不過其實就是要吵架用的嘛 大家都說男人外遇的問題 如果我不小心喜歡上我跟男人的話怎麼辦 如果你外遇的話怎麼辦 你啊 如果女生喜歡上怎麼辦 因為大眾都男生 那看哪一種喜歡啊 喜歡上有感覺愛啊 分開啊 追尋自己的愛啊 對啊 像我就覺得喜歡孔流還蠻愛的啊 有時候是真正的啊 不是熟悉你的啊 我會建議就是你先離婚之後 再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呵呵 今天對他外遇怎麼還有辦法生活下去 這問題呢 把它貼出來 我已經回顧非常非常多人 但對於這問題你有什麼想要講的嗎 沒有啊 你keep walking啊 什麼時候keep walking 那就是 繼續往下走過去啊 呵呵 但至少就是 你現在做得很好 還不夠吧 對 只能用一輩子去償還 你現在是在假裝欠虛 呵呵 怎樣留住老公的心讓他不要再外遇 要隨便發脾氣 所以我一直跟你隨便發脾氣 你會外遇就對了 機率比較大吧 所以你還是會 所以你要外遇就對了 因為我是說機率來說 我沒有說我要 我是說機率 呵呵 但我這樣我會覺得你好像要嗎 所以你要走嗎 要啊 我想睡覺而已 呵呵呵 曾經想過離婚嗎 有什麼結局 真的有一陣子一陣子 好像蠻常想到過的 心能勇敢 你當然有勇去哪裡啊 如果另一半做出讓你信任破裂的事情 要怎麼修補這種關係 其實也沒有什麼用 說不會也沒什麼用 就是盡力去做 如果言論涉及你們的概念 其實有人隨便亂講什麼的話 怎麼講的 就強力回應啊 強力回應 沒有力氣強力回應 沒有力氣強力回應 有時候是 有時候去武士啦 要不要去整一隻眼皮 有人罵了Bron James 罵了Bron James 因為他不會打球啊 根本就不厲害了 其實他明明跟神一樣 還是要嗆他 不了很多啊 所以就是這個意思 對啦 就是 明明就是他可能嫉妒你 或怎麼樣就一直嗆你 所以我看到你在嗆我 我就覺得 因為我太神 所以他想嗆我 好 我可以一直信任對方 即時常出差 我之前覺得這是一件很長的事情 但他以前也有 也有個工作是更長的 所以現在就覺得好一點 而且因為 他很盡心自己在做家裡的事情 跟照顧小孩 對啦 他確實就是隨時隨便 在注意我的 學習啊 需求 埋碼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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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接送小孩上下學 如何安排短程約會 就是可能很久會 一起出去看個電影 對阿 利用生意識 就會 有空就會吧 但是短程約會 我們現在短程約好像就是看電影 要看你要做什麼 不知道 可能就只想 幫你滾嗎 如何跟老公一起育兒 就一起教小孩 怎麼一起教小孩 跟跟老公做啊 老婆就在爽啊 老公全做啊 這樣也是一起育兒 就其實都 因為很爽啊 就可以一直育兒 沒有啊 功課都交給你啊 廢話那你看不懂 但是你 你們是否對小孩教育 有不同想法的時候 要怎麼協調 不只是學時刻意 還包含一些生活理念 吵架 會吵架 那有什麼協調 就按照他想做的做 其實每次協調的方式都不用欸 其實沒有一定的定律 就像人會一直改變一樣 會在孩子面前親親抱抱嗎 會啊 很愛的表現意中啊 就像我以前 妳看我爸媽 每次吵架的時候 會有佈育之道 可是自從我看到 我爸媽就是 常常果比較好 也會揉抱 揉人抱抱的時候 我也有感覺到 就是家庭很穩心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會打算杰紮嗎 沒有 控制好時間就好 算對時間就好 那真的很會算 有時候覺得他比我還瞭解我 還會再剩一個嗎? 畢竟我認真就會中 所以你不能太認真 密通率太高 時間算得太準 沒設立中 那這次小香香怎麼沒有跟你搶老公呢? 他還是我們的長照片 因為小香已經無感了 那這是我老公 我愛爸爸 其實爸爸已經是他的 已經搶不著 懶得跟這個這麼弱的競爭者 反而抱別的女生他比較會在意 抱哪一個女生? 抱別的小女孩那種 所以抱我還好 抱別的小女孩他比較在意 他說我們就是在小孩子 我雖然沒抱過別的女人 這樣子是 不是啊抱我媽 抱你媽不行 你媽要被你爸罵 你妹怎麼不行? 另外一個人的問題 他就是說我們在 坐在這邊沙發的那個照片 他說 為什麼要拍這樣的照片公開給大家看 我就想拍 他不開心 我就想拍啊 我覺得那就是藝術的感覺啊 我也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你的想法歪了 就都是歪的啊 看不斷 一定會有 看不斷就 好像Labrond James一樣 你到底是有多愛Labrond James 有什麼理念嗎? 他還問什麼啊 他說那張照片有什麼理念嗎? 就是有感覺到 你想要我傳達什麼理念給你 你下次答一個 你下次說明確一點 你想要有愛國理念 還是情色理念 還是精神 還是裝重 你可以嘗試拍給你 不怕小孩 就像這兩個照片 不怕小孩被影響 或在學校被笑嗎? 他先建立小孩健康的心理啊 對啊 對啊 重點是健康的心理 所以比如說有裸體化 放在公開的場合 你總不能就拉著他說 你這個先修練 然後不告訴他是一個正確的概念 你的心理是怎麼樣正確的概念 那他就是一個正確的概念 你如果心理都是情色的東西 那就都是情色的東西 如何與孩子處理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會告訴他不同的方法 他可以做選擇 那有的時候也會告訴他 他如果做這個選擇 有可能後果會有怎麼樣子的一個後果出來 可能會有好幾條 他自己會去想 我覺得有時候是不會去干涉太多 但是如果真的很嚴重的話 就會去跟學校討論 就是給小孩建立正確的概念 請問喬老公怎麼追到喬的 怎麼追到我 在補習班認識的啊 追到的 對啊 教書的時候追到的 邊教邊追吧 本來我都沒有在跟他講話 然後我就是對他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印象 然後他就在教我數學 教一教 然後他就突然講一句話 很安靜之下 他就突然講一句話 問我說 嫁給我好不好 然後我就嚇到 就想說 我跟你就是也不熟 為什麼你就突然問我這句話 所以那句話就算是追我嗎 那只是開始啊 對啊 當然有這個過程嘛 就自然在一起 因為我太真心嘛 真心感動聽 那你有沒有想過我會就是拒絕你嗎 拒絕再說啊 爽啊 沒有啊我沒有很多人追啊 但是就是很少人追我啊 而且我喜歡的男生都不喜歡我啊 就是拒絕大部分理由都說 他就說我太瘦 沒有 他才很多人追啊 很好我也很瘦 你現在肥的跟什麼一樣 為什麼會選擇他啊 因為就跟他在一起很久啊 確實對我很好啊 很細心啊 又喜歡他哪些 後來開始注意到他就覺得他好高喔 然後也還蠻帥的 不是說他現在 是說他以前 後來就覺得就是 他確實是一個很細心的人 尤其就是以前 碰到的男生都沒有聽過就是 不動幫忙買衛生棉這件事情 但是他就是會注意到這些細節 我就覺得 我好像碰對人的感覺 想知道你是我的一小心嗎 是啊 一開始不是啊 一開始我就沒有注意過他了 因為他就是你知道 以前很瘦 然後戴眼睛的時候 就很殊勝的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他就是一個好好人的感覺 就是很誠懇的感覺 那個時候啦 真根哥啊 帥哥 以前就年輕就會覺得就是 喜歡壞壞內心啊 那壞壞內心就真的很壞 很討厭啊 怎樣認定他就是跟你走一輩子的人 就緣分到了啊 而且我婆婆就是當時非常積極跟我聯絡 他就說你交過女朋友 他都不喜歡 他不少 他就是只喜歡我 他又很會跟他媽媽溝通 所以就覺得如果跟他結婚的話 他會跟婆婆溝通 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你怎麼認定我的 第一眼就認定啊 你真的很屁欸 真的啊 這局那麼好 這一題那麼好回答 呵呵呵 想知道怎麼認識 中間是如何走過磨合期 磨合期有 跟他分開一段時間 因為那個時候我去日本念書 然後就是多少會有一些風風雨雨 就一定會有吵架啊 床頭草床尾河的感覺吧 就不分開啊 就堅定的走下去就走過磨合期 堅定的攜手 公衝回來了 呵呵 對啊 所以如果兩個人如果想走下去 就能走過啊 如果走不下去 就不能走過 就是要看有沒有想一起走下去 在一起九年後 怎麼才決定走入婚姻的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化媽局的適合 化媽局的適合 就走路了 就是 可能太激烈想要每天在一起生活 你真的很屁欸 所以就走入婚姻這樣 太激情了 呵呵呵 請問老公本來就是體貼浪漫型的嗎 我覺得不是女生覺得的那種浪漫 但是他就是細微 生活細微上面 他確實就是非常的會注意到 覺得幫我買個身邊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後他比我還了解就是 比如說我生離奇方面的事情 又潔癖嘛 就都會打賞 又很會照顧小孩 這都是很體貼的地方啊 這樣講得好像我真的很爽欸 沒有 我想要打臉 呵呵 你現在打臉 你現在打臉 你先回答一下 你很煩欸 你先回答一下 他現在要去旁邊大便很煩欸 那邊廁所 原本我覺得他沒有這麼浪漫 但是就會跟他要求 比如說 我說你為什麼不送我花啊 因為他本來覺得送花不時機啊 比如說兩三年後 他開始漸漸會主動送花 然後送一送我又覺得 很矛盾的就是 買花好像有點浪費 但是拍 拍跟花一起又覺得很棒 好如何讓老公更愛你 我覺得每個人狀況不同欸 你衝廁所 那要放進去嗎 對 我自己本來就很愛打扮 然後就是會為了另外一半 然後做很多事情 打扮啊 或者是買衣服啊 懂得愛自己吧 然後你生活有目標 然後不要只為了另外一半而活 就是往前衝就對了 去往你的生日目標 往前衝 你可以就是很愛你的老公 很愛你的小孩 不能以老公為最依賴的人 你要依賴自己 他就會更愛你 就是你出差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覺得 你為什麼不回來 因為就是 我就覺得他沒有要幫我照顧小孩的感覺 我就會特別 你出差怎麼幫你照顧小孩 你跟我媽小啊 哈哈哈 我覺得很煩躁 當然就一直找你啊 正常啊 總之就是要有生活目標就對了 好 最後一題了 你要往前如何判斷哪種男生是很疼 另外一半的 他會打人 什麼 會打人當然就不可能可以的 不用妄想他會改 因為他會動手打 他絕對以後就繼續動手 確實在所有親朋好友認定下 他非常的體貼溫柔 然後對自己非常好 就結婚之後就轉變了 或者是有了小孩之後就轉變變了好多好多 有沒有新的問題 你也很難去要求另外一半 有的時候你獨立自主是一件好事 但很多時候你還是要讓給另外一半去做 比如說帶小孩這件事情好了 雖然我現在真的就是幾乎都讓給他做 但是就算你會做 你還是要很多事情讓他覺得說 你自己很柔弱 你自己做不來所有的事情 然後用撒嬌的方式跟他說 男生都喜歡女生撒嬌 以前我真的很不會撒嬌 撒嬌就是他教我的 他都很爽嘛 你會病瘦 然後上完廁所之後 好啦我已經回答最後一題了 這樣往前如何判斷 男生是能在另外一半 你有什麼意見嗎 我覺得就是 這樣往前也可以啊 也可以從他追你的時候 有沒有耐心啊什麼的判斷 可以看他的耐心 所以測試一下他的耐心 怎麼測試 看有沒有耐心 一直做他嗎 不是啊 就看他有什麼事的問題啊 如果你很疼他應該是願意去改變啊 對 YES結束 爽 好啦那 就是 回答完大部分他整理 好你幫我整理好 好回答完了 好就這樣子 你幫我整理好 你知道弄出來會不會很長耶 跟我一樣長耶 跟我一樣長耶 爽 那大家玩了 如果你還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在下面再問我 記得幫我愛心 然後還有按讚 然後 按小鈴鐺 小鈴鐺 對齁 我都忘記這件事情了 我好像沒有這樣講過這件事情耶 我還不專業 好啦反正就是這樣子 那就這樣囉 拜拜 對齁